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陳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軍在第一島鏈 核威者中國的同時 印太的戰略當中 最高將領秘利 這個禮拜正在訪問 而且他定調 日本是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最重要的關鍵第一線 特別是台海一旦有衝突 日本的反應最重要 那同時八月份 美澳也準備進行13國的聯合軍演 主要的目的 能然是威嚇中國 然而倒數173天 台灣是美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今天事實上有新的民調 封傳媒委託台灣指標公司 進行了總統大選民調 沙喀都的結構 賴清德的支持度33.8% 柯文哲25% 侯友宜15% 那如果是四喀都更妙了 賴清德29% 柯文哲17% 侯友宜13% 郭台銘10% 但是瘋傳媒今天的民調 還問了一個關鍵的搭配 賴清德對打柯郭配 或者是郭柯配 事實上幾乎都是五五波 在誤差範圍之內 這使得藍白跟郭柯的動向 可能會衝擊政治能量 然而郭台銘這個週末 也有在臉書發文 強調民意大於黨意的同時 他說雖千萬人無網以 但是他發了這幾個符號圖 那外界有各式各樣的解盤跟解讀 然而在滾檔的拳帶會當中 韓國瑜比侯友宜更受歡迎 而且五分鐘快速提名之後 侯老三的民調 到底會不會真的反彈 直接衝擊了滾檔跟政治能量 同時如果單靠表演尊寒的話 那邱怡說完全沒有用 因為韓粉可能不買單 這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來是張義善 大家好 再來是黃光琦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來是周韋航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韋航昨天國民黨全代會後 今天瘋傳完美 公布了新民調 那在這一份民調當中 事實上郭猴的民調 如果在細卡都 幾乎都在下降 而且在這份民調當中 另外一個問題的結構 他呈現的是柯郭沛 或者郭柯沛跟賴清德對打 都是五婆 好的 在這個國民黨全代會之後 國民黨氣勢拉起來了 你把韓國瑜叫回來啦 那當然前一天 我還有稍微問他們說 現場韓粉會不會鬧 他說韓粉一定會鬧 但是黨內的造反派已經完成鎮壓了 所以這個場子一定沒問題啊 所以這個七二三還演出所謂 夏天版的城門力學啊 就是侯友宜在外面曬太陽曬好曬滿 在接受韓粉的辱罵之後 仍然接到了韓國瑜 在外面 因為他們說場子裡面沒有安排相關橋段 在外面就完成了所謂侯涵整合 好完成侯涵整合之後 國民黨人一片的興奮 一片的歡心啊 好像已經贏下了總統大會 好國民黨人打算自己單幹 他們已經不再去提所謂整合的問題了 可是呢 今天放出這個台灣指標民調所做的這一份啊 欸我們來看一下裡頭的玄機 好如果侯要自己玩 他要蹲到旁邊自己去玩沙 好那他自己玩得開心 我們先來看賴侯科沙喀都喔 郭這個時候沒有進來 他賴侯科沙喀都就是一個我們 已經看過無數次的這個基本盤 賴進了大概3335這左右 柯文哲25左右 20就兩層中斷 侯友宜呢一層中斷 好這個階梯形式 我們已經看膩了 接下來 斯卡都的部分呢 賴進了下來一點 柯文哲下來一大點要注意 他這個柯文哲下來非常的多 幾乎都跑到魏明雀 在那邊去 那侯友宜呢 只下來一點點而已 然後郭台銘衝出10.7% 但柯文哲 侯友宜和賴進了下來的數字 遠比這個郭台銘的數字要來的高啦 所以他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老實說理論上斯卡都不太可能 魏明就會反而比 斯卡都要來的高不太合理 因為你就多了一個選項 照到你會比較好選嘛 好我們就先把這個存額不論 我們先來看 那這一個階梯下來的形勢 你可以看出來 慢慢凸顯一個什麼樣的格局 時間拖越久 郭台銘如果沒有正式參選 他的民調的確會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相對會下滑 要注意侯友宜雖然是3.2% 可是國民黨再怎麼樣 還是可以有基本盤 還是有地方讓他動員嘛 那郭台銘到底要不要參選呢 雖然他在全代會之後 有寫了一大篇文章 很多人就是突然變得語言文字 認知困難有點難編啊 他到底要什麼 不過他在留言區放上了四個圖 前兩個圖就是票頭老虎 所以這個大概是底定了 應該是要選什麼時候宣布的問題而已 好那接下來就是 在郭台銘正式自己出來單幹之前 還有沒有機會 這就是這份民調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另外額外做了 柯郭與郭柯的組合 是三喀都 可是把郭台銘要素凸顯了 首先是柯郭配柯正郭富 你可以看到跟賴靜的 雖然這個還是有稍微落後一點 但實際上是誤差範圍內 沒有什麼太大的這種 這個爭議空間 就是實際上兩個是一樣強 侯友宜呢注定就是路邊蹲了 好那在這樣子的狀況 他形述出來的氛圍是什麼 柯郭和的話 即使是撒卡都 還有一拼的機會 那重點就是 雙方怎麼合 是要柯郭還是郭柯呢 那在這一份裡面你可以看到 郭柯的狀況下 差距好像有點拉開 可是這還是誤差範圍內 還是誤差範圍內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需要一份能夠說故事的民調 這一份民調說的故事就是 郭台銘擺在前面可能沒有那麼強 郭台銘要擺在後面一點點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民眾黨跟郭台銘有何的空間嗎 因為郭台銘現在他傳達出來的意向 雖然沒有明確講說我自己要單幹 但是從716這個公民運動以來到723國民黨的全代會 郭台銘回國民黨路似乎已經被阻斷了 後移的氣勢上來 那716又讓柯文哲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實際上他有點被看 就是被看衰啦 就是實際上你擺盤出來人也沒那麼多嘛 所以就照著國民黨說 我有必要跟柯文哲談嗎 我看那肩幣輕野 完全斷絕跟柯文哲的互動 可是郭台銘呢他還是持續在動 像他上禮拜五辦最後一場的這個董事長見面會 葉元支就跑去坐在台下 我們都知道 葉元支是中華民國最會蹭的男人之一啦 能夠蹭的絕對不會放過 那連郭台銘都蹭 郭台銘看到他你這麼朱立倫的人吧 好他不知道我不知道這個葉元支是敵是友 但他今天來的就是客 我讓他坐在第一排 那葉元支當然就歡欣鼓舞 為什麼呢因為有票嘛 這個就是國民黨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困境 郭台銘要參選很可能會拖到9月中 他在正式宣佈參選 一路說現在國民黨人包括像許曉鑫 跑去跟柯文哲有一些互動 所有國民黨的人都可以指著他 你看你看這個要不要黨紀處分 這個人是不是去年科 這個人居然去上民眾黨的節目 好那去民眾黨那邊會有壓力 可是跟郭台銘的結合呢 目前來講 基本上還是OK的 那還是有非常多的人會借機聲勢 我們就舉723為例 723國民黨上擺盤出來的確很漂亮 韓國瑜回來嘛 土子漢子燕子一樣站在一起了嘛 基本上來說這就讓大家回去 好像2019年一開始選的時候 氣勢還非常高的時候 還沒有崩下來的時候 好像大合可惠 甚至回到2018年的那種風潮裡面去 好但是呢在這個熱鬧背後 大家開始點名 啊徐真衛沒來 啊傅昆錫咧 啊周典潤咧 啊何勝峰等人咧 甚至謝典林他們還有那個新竹的議長的人 他們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姊姊很熱誠的支持謝兵 很熱誠的支持弟弟站到哪裡去 大家都開始點兵點將 這些沒有來的人 像許修倫那些沒有來的人 他在之後的位置是什麼 是不是兩面壓爆 所以郭台銘現在這一波操作下去 不得不讓人覺得說 會不會之後出現一個翻水嶺 像之前我們來看一下 蔡振元 這個在之前他有在7月22 他還在圍著這個侯爾儀十大青年論 就是因為注意的人講錯嘛 都搞錯了 這個不是國家班的是人家班的 人家比較外圍的民間團體班的 所以他還突然吐槽這一篇 可是呢他在全代位之後他也發一篇 現在誰先出來罵 那個可能就是內奸了 他開始就 也開始有點尖閉親眼了 趙康今天也發了一篇 就是說這個重整啊 重新團結起來 至少他黨內的三王 圖子漢子燕子至少站在一起了 那黨外的部分呢 大家還要再費一般心思 所以現在算是一個言論最混亂的時期 大家的外表會放個話 看看反應是怎麼樣 如果反應好我就打折水棍上 但是唯一不變的是 即使演了723的這一齣戲啊 其實整個國民黨內 甚至整個非力層面 對於侯爾儀的信心 仍然是不足的 所以接下來一個禮拜 在玩球的人應該還是在 等一下反應就要反應在民調上啊 對問題不會動啊 現在的焦慮就是 侯友儀是侯老三嘛 對啊 那今天的民調 撒卡都也是侯老三嘛 你覺得全代會之後 侯老三要爬到什麼數字 才能化解氣候的危機 基本上一定要超過柯文哲 一定要超過 已經不是跟郭台銘比的問題了 一定要超過柯文哲 當然他們會說跟柯文哲不會差很多啊 你看這個4%多 哇差個4%多應該還有個機會吧 這是國民黨人 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有聽到一個郭台銘出來選 對國民黨反而有利潤 意思就是 郭台銘會把柯文哲壓得比較下來 讓他跟侯老儀比較近 這樣子才比較有機會追上柯文哲 這是當時他們的想法 你可以看到他們已經窩囊到這種程度了 可是現在重點是 你全代會演過這一齣之後 大家想不到要怎麼把侯老儀再推上去 沒有哏啊 現在找不到一個辦法 可以把侯老儀的民調再往上衝 為什麼柯文哲還是守住了他的基本盤 賴清德還是守住基本盤 郭台銘又在外面 他的動態不明 所以現在其實像趙大康等人 他們所有人擔心的都是同一個點 就是要防守已經非常困難 更不要想說是往上提升 好創下怎麼看 這個民調很有意思 這個民調出來之後 尤其是斯卡都的時候 告訴你一件事情 未來不會有非綠大整合 為什麼 也不會有非綠大聯盟 只有焦慮大廝殺 這焦慮就是你看到時候 其實三個人不管怎麼樣 他們都不會贏 而且都低於兩成 但是他們的粉又相當的鐵 但是這裡面呢 首先先講侯友宜 台灣指標民調這個做的 就是因為他們先前就是全代會 絕對不會換紅 特別做出來他們今天上午的時候 特別講出了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裡面 你國民黨都做成這個樣子了 侯友宜的所有人面子都給你了 他在裡面的支持者 國民黨支持度只有51.3 你在這個已經是 做出這麼場執的狀況之下 只有51.3 郭台銘 竟然還有15.3% 所以你們是三個國民黨 有一個就是三個侯友宜 一個郭台銘 但是還有剩下將近三成人 在觀望 所以這個觀望 就代表著侯友宜 要拉起來是很難的 但是另外一個呢 也看到了裡面呢 就是他為什麼會去做郭柯或柯鍋 因為票員的流向裡面 沒有人會流到侯友宜 就是柯鍋之間是有重疊的 民眾黨那邊 對郭台銘都有可能重疊 另外的是支持郭台銘的 對柯文哲也有可能重疊 所以接下來後面的狀況就是 823之前 是說侯友宜人們變老二 人們過25% 如果從這個虛勢看來 是不容易的 只要不容易之下 剩下的氣就會變成是 郭台銘跟柯文哲之間了 那至於侯友宜為什麼這樣不行呢 因為演得太過分了 演得太過突了 我們先回到全代會那一場 全代會那一場 侯友宜站出來曬太陽15分鐘 跟先前坐在那邊都不站起來 那個樣子完全不一樣囉 然後看到了韓國瑜 我要把你撞到 這個跟這下唱江會的歌好了 抱成這麼緊 然後抱到這樣子 然後整個韓國瑜要出手 去跟其他的支持者握手的時候 繼續把你給夾住 非不讓你走的 我今天絕對不放過你 演成這樣子 但是很多人關心到的是 他們兩個人有咬耳朵 咬耳朵講了什麼呢 葉元之先出來講說 又是葉元之 說他用讀唇語 是說侯友宜對他講加油 可是包含後面的中天 還有很多的媒體都講了 韓國瑜對侯友宜講的是 你要做自己 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這個話其實韓國瑜已經點到一點 你侯友宜最近這樣子 我出來了 但是你侯友宜還是侯友宜嗎 你侯友宜最近的人設 還有你的一些作為 是不是其實引起了很多副作用 這裡面就包含的是像邱毅 邱毅在先前的時候 就講到你要逼韓整合 這件事情難道內心裡面 我場面做給你了 難道我內心裡面 會真的這麼高興嗎 所以他講了說 整個呢 金小召有三招 那是不是金普松做的 那是邱毅認為的 第一招呢就是吵 侯上含下 侯下含上 那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你韓國瑜想要嘛 所以你不合作嘛 所以接著你看到媒體 就放出一個事情 把天龍八部都拿出來了 把裡面說韓國瑜你不要做 當年的慕容副 四年前的以比之道還思比生 你這個狀況等於是你有私心 你就是那個天龍八部裡面 最大的反派慕容副 那第二件事情 媒體又去炒作 逼著是說 韓兵為什麼不想選區域立委 因為他要不分區立委 弄到韓辦出來痛斥 然後這狀況之下 聽說包含是一些國民黨跟韓國瑜 比較熟的幫韓三三戰士幫他的人 都去勸他說場面做一下 可是場面就是做一下 做完之後沒了 然後呢後面的時候 金普聰的風格越來越明顯 先是從拉美的左派 到了那天之後 侯瑜一開始是講說他是平凡人 然後呢就拍了一個廣告 而這廣告就是2005年 馬英九打敗王金平的最後那一支廣告 我掌握著中華民國國旗 我誓死捍衛中華民國 然後裡面講的 早上6點起床 6點15分升旗之後 向國旗敬禮 那這些東西像侯友宜嗎 所以韓國瑜講這句話的意思 其實就是你侯友宜 如果變成是完全不像你自己 你真的能夠上去嗎 其實韓國瑜還是保持著觀望 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做到一件事情 我人字意記歷史紀錄裡面 我都沒有放棄你 然後剩下來就是朱立倫和韓國瑜 侯友宜你們自己拼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723做到這一個程度 將來如果侯友宜敗選 藍盤跟國民黨 也不會把他韓國瑜當戰犯 因為他事實上已經協助團結了 可是如果他協助挺了侯友宜團結 而侯友宜最後自己是服務 服不起的草包 那就是侯的本質的問題 戰犯是侯本人 是朱立倫和你了跟我無關 所以你看到前一段時間 王金平不是後友宜後援會嗎 一兩百個前立委什麼都出來了 權財會這天韓 王金平沒出現 大家都做出來 我已經人之意盡了 盧秀燕也抓了他的手 叫他一聲韓總統了 每個人都做完紀錄 剩下是你自己拼 那你自己拼之後呢 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 國民黨的態度裡面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乾脆繼續殺郭台銘 他們殺郭台銘是逼郭台銘 出來拿掉柯文哲的票 所以朱立倫在今天上午的中評會 那話講得之重的 那個簡直就是叫郭台銘 你明天就宣布獨立參選 他竟然講說 只為個人權位的人 不適合在這塊主題上繼續打拼 讓每次的選舉總是有一株之汗 我是無私無我的 他是說你郭台銘照版無理 你郭台銘這個 那你講到話 在中評會裡面講成這麼重 那意思是以朱立倫的立場就是 逼郭台銘出手嘛 那事實上郭台銘也真的可能要出手了 所以呢他先前的時候用一個大家沒看得懂的 三個填空題然後一個什麼什麼的 但是第二天就在整個權財壞開始之前 貼了他的一個長文臉書 而這長文臉書裡面呢 他強調了一件事情 民意永遠大於黨議 那之後代表著郭台銘已經決定去尋求民意 他不在乎國民黨的黨議了 然後痛罵了一下 他們這些人心思都在如何製造聲量 如何操控網路民意 運作媒體上 他們口中的民意其實他一般人脫節 他可能是在罵國民黨 可是奇怪了 好像國民黨在這個操控聲量也不行 好像針對了也有柯文哲 然後再過來就是真實的人民是存在的 真實的民意永遠大於黨議 雖千萬人無王義 所以郭台銘最近也閒的 閒到了是他還在讀書 然後讀書已經讀到孟子了 所以就出來了他就貼了這個下面這個 頭老虎愛中華民國 來來來來來來 郭台銘在臉書的發文的留言版裡頭 貼了這四個符號 那第一個符號是投票 投票 然後第二個是老虎 票頭老虎 愛中華民國 好老虎是誰 老虎是郭台銘 而且是可愛的老虎 而且郭台銘的家裡就擺一隻大老虎 好 而且可愛老虎 所以他為了要證明他是可愛的老虎 下午就去豐田祭了 那豐田祭在阿美祖那邊 還脫下他的鞋子 露出他的腳壓一起跳舞了 所以他現在要走這條路 看起來是一定走下去 那我們再回來 上下我們再來解讀 票頭老虎 真心愛中華民國 所以票要投老虎 不要投猴子 對不對 因為十二生肖嘛 不要投豬 而且豬還是炸賭豬 炸男豬 好有疑是雞耶 姓猴啦 姓猴啦 他的代碼都是一隻猴啦 好來 然後再來 真愛中華民國 那表示有人不是真愛 好不管他在講誰啦 好來 那他貼這個的意思 事實上仍然是在暗喻隱喻 他可能參選到底嗎 他其實是雖千萬人 吳王毅 就是他一定走向這條路了 然後他很特殊的是 在整個全代會的前一天 他在談金融時報 賴清德的時候 最後一面加了一句話 敬請期待 八月我會提出強國之策 然後所以他現在可能是 去了美國之後 回來之後 他可能會拿出他的所謂的 國政版皮書 然後 往獨立參選去走 但是 會不會直接宣布 他叫獨立參選 因為時間 是9月13到17嘛 他這時候直接宣布 葉原之隱 張斯康就很麻煩了啊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還是 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大家心裡有數 但是 他應該還是會撐一陣子 因為這個時候 至少讓葉原之隱 張斯康這些人可以靠過去 然後後面的 像 像傅崑奇對不對 然後 像徐正衛 然後像那個 張榮衛是不用管的 因為張榮衛本身沒有國民黨籍 所以我這票 還是我這一票人 投給郭台銘 都變成是國民黨必然分裂 而這裡面呢 其實你要回到郭台銘的一個狀況 郭台銘其實喔 你從他今年的這個狀況裡面 他起心動念 其實也不是那麼完全的就是 雖千萬人 我往裡是一個理念 他會看到一些情勢 二月的時候 他說他要選 忠實 望忠 十幾篇文章 把他罵到大家都說小洪啊 那小洪之後 他重新起心 第2個是什麼時候 3月4號 藍頭補血 侯友宜開始 明確的往下掉的時候 起心動念 然後起心動念 然後517的時候 被那個整個被人家做掉 被炸毒了 心情是鬱悶的 5月底的時候 侯友宜開始 已經連續24個小三 他又動念了 因為看到機會了 現在機會在哪 現在侯友宜其實 蠻穩的 15 14 其實就算那個 吳子佳講說 可能到18 但是不到兩成嘛 有一個人 是明顯的 不但只是郭台銘技發 而是自己主動的快速下滑 那個人叫柯文哲 所以其實郭台銘這次起心動念 有個動力 已經不完全是國民黨 而是柯文哲自己 持續在犯錯 柯文哲在下滑了 而這下滑時候 郭台銘能夠減到多少 那變成下一個禁足 好 那我請教伊善喔 我的觀察各家民調 都有他參考的價值 那就我的觀察跟理解 非常明顯的是 首先第一個是賴清德 有一個天花板 那一般把它定調在四成 就是說它最多做到 總支持度可能37 38 那很難做到四成以上 而且上個禮拜 我們把它解構 賴清德的女性支持度 已經登四了 它真正低的是男生支持度 好 這是賴清德的天花板 那我觀察柯文哲 不管什麼組合 天花板常常是三成 沒錯 而且呢 距離三成的差距 有些時候要用民調的 執行方式的抽樣 是否偏重這個室內電話 或者納入手機跟網路 結構不同而有所調整 好 這是第二個 柯的天花板 然後侯友宜近期的天花板 事實上是二字頭 很難看到二字頭的 對 常常是15 16 17 可是要看到二很難 所以我觀察 侯友宜喔 他的初階班 第一班是要登二 就是說全代會之後 他要能登二 登二之後才能挑戰25 25可以挑戰成功 才能挑戰30 所以呢 很多人嘲笑賴清德天花板低 可是憑良心說 其他選項更低 那郭台銘也一樣 郭台銘由於處在一個 曖昧而沒有直接宣布參選的處境 所以現在看出來都是一字頭 那今天是相對 細卡肚子剩下一層 你怎麼觀察各自的天花板 以及這個天花板 彼此如何卡位跟工房 對 第一個講天花板這件事 尤其我們做選舉的 其實觀察兩個數字 第一個為什麼說所謂 煥紅民調要15% 因為15%以下 就是在最後選戰 在操作棄保的時候 15%以下的人幾乎會崩盤 所以15%是一個非常關鍵 如果15% 你在民調上守不住的話 你常常是就會被棄的那一方 第二個天花板叫做 所謂的25% 25%就是說 你可以吸引所謂的第三名 棄到第二名這個身上 但是你必須要有勝選的希望 人家才會棄嘛 所謂的那個勝選希望 就在25% 所以就觀察第二名跟第三名 如果是沙喀都 第二名第三名的所謂的 氣保效應會不會發酵 就在25%跟15%這兩個數字 那這件事情 從這份民調可以看出來 柯文哲在最近的 這兩個月的民調裡面 其實都在25%以上 也就是說他可以去操作 所謂的氣候保科的 這個效應會出來 但是他這一次首次掉到 25%以下 也就是說他在25%以下 你猴友宜就不會被棄了 不會被棄的情況下 他再加上全代會 因為這個民調是在 全代會之前做的 也就是說全代會的 喉含同台的效應 並沒有發酵 所以韓國瑜所代表的 所謂的深藍這些 因為會討厭民進黨 而會在選民調上面 顯示支持你柯文哲 這一塊人 可能就會回流到 所謂的侯友宜身上 這是侯友宜第一個喜訊 雖然他現在民調很低 我還是要包一下喜訊 第二個喜訊就是柯文哲 的言論上面的 事實上已經在76之後 他把他的兵力展示 出來之後發現 真的都是男性的時候 再加上他不斷的被人家 講所謂的仇女言論 這件事情 他的公關處理也非常的適當 因為一個男人犯錯 你就真的男人去負責 你不要叫所有女人去負責 而且他不但叫女人負責 還去用轉移焦點的方式 去提告了三立這個媒體 而且這個是黃珊珊代表柯文哲 去告三立 對你躲在女人後面 就是說你一個講白點是男人負責 你就去你就是渣男 不是渣男就是媽寶 就是這兩件事 你一定要躲在女人後面 你自己仇恨女人就算了 你還叫女人幫你負責 去提告了三立 而且三立這件事情 是很冤枉的 我要講為什麼冤枉 因為所謂藍白河朱立倫 跟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講電話 這件事情在7月5號 蔡壁如的專訪裡面 就明確的指出他用電話表 就是講講電話 因為蔡壁如在7月5號說出來之後 所有的媒體都在追這條新聞 也不只是三立 所以三立追到一條獨家的訊息 再要放上去的時候 再繼續要追的時候 被所謂的黃珊珊所提告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他為什麼特別是針對三立 一方面轉移焦點 一方面是製造對立 因為三明治三明治 所謂的比較泛率的電視台 他們會覺得說我對三立提告 我就可以鞏固深藍的支持者 再來就是網路媒體跟電視媒體的提告 我可以鞏固我年輕人 所以他提告事實上是有戰略的 就是首先第一個 在蔡壁如跟王淺秋的訪談當中 提及了他們好像有聯絡 而且打打電話 可是蔡壁如並沒有講得很明 誰跟誰有沒有通電話 並不是那麼具體 但是三立後來就去追了一個新聞說 其實喔 柯跟朱是有通話 那有通話這件事情喔 真相是什麼 柯跟朱兩人知道 可是媒體去追的時候 這也不過是一個追蹤的報導而已 沒錯 可是黃珊珊大作文章 黃珊珊直接去告三立 好那你的判斷是黃珊珊去告三立 這裡頭戰略上 他的目的就是他要拉高跟綠營的對立 好而且戰略上他要擴大自己的聲量 而且戰略上他要做殺綠打綠低戰將 沒錯 所以他仍然是在做戰略的固裝 然後某種程度相對邊緣化 其他人包含侯友宜跟郭泰銘 沒錯 而且這個新聞之後的第二天 就是國民黨的全代會 大家都已經知道韓國瑜要跟侯友宜站台 所以他要把他塑立 他是打綠第一戰將的時候 韓國瑜所謂的西走 所謂他的深藍的選票 他就會把他鞏固住 不會移動到所謂的侯友宜身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柯文哲 他目前他的目的提告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鞏固自己現在 已經不斷下滑的這個民調 但是朱立倫為什麼會想去打這通電話 或者會有這樣的風聲出來 或者蔡壁如為什麼要講 其實已經不是在立委 總統這個層級 而是在立委這個層級 不要忘記中一選區的蔡壁如 是跟國民黨合作的 也就是藍白在那個選區 是合作要支持蔡壁如 在立委選舉上柯文哲都不否認 未來在國會裡面的三黨不過敗 三億這個新聞裡面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朱立倫組閣啦 而且在所謂的立委這個層級 也放任了小基去蹭郭台銘也好 去蹭蔡壁如也好 去蹭柯文哲也好 為什麼朱立倫可以放任小基去蹭這些東西 因為他要把立委的選派極大化 要把立委的席次極大化之後 然後跟柯文哲的民眾黨合作 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 來挑戰賴清德的組閣權 好那光琴怎麼觀察現在的這一個賽局 七二三假戲演一演 真戲就要上場了 首先郭台銘他八月初要到美國一個禮拜 他回來以後也不是立刻宣佈 他打算壓在八月底正式宣佈參選總統 因為九月十七號才開始連署 他在搭這個所謂的時間訊 他準備八月底宣佈 八月底 那所以他是參選到底 而且你越打他就不了解他性格 他就會越會選到底 那他常講說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或是開工沒有回頭見等等 所以他參選一直還是很堅定 這第一個 那還會上演什麼真戲呢 那什麼又是假議題 我覺得什麼郭柯配這種假議題 因為郭已經到老四了 你要叫牌 你除非拿到非綠共主的這樣一個寶座 你才能叫牌 那同理可證 那磕郭就更不可能 郭也不願意搭父的 那如果說沒有拿到非綠共主 國民黨才不鳥你咧 就沒有辦法叫牌 所以郭寒配什麼郭侯配 這也不用看了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把郭看作還是有破壞力的話 那這樣的話郭寒總是自己人吧 因為韓國瑜這一方 韓粉兵沒有說那個侯友瑜此生 除了抱他老婆之外 抱韓國瑜最緊的一次啦 就這樣挺上去並沒有 你看韓粉發言 也就是說那你早不做 你以為抱一下我們就會挺 所以這只是一個政治動作 政治訊號雖然發給韓粉 可是韓粉不領情 他覺得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你以前在幹嘛 你四年前對韓國瑜怎麼樣 所以呢 如果是假設郭寒或韓郭 你以為國民黨正式提名 他老臉都被你踩在地上 還在那邊揉個幾下 國民黨堪嗎不堪嘛 所以還是侯友瑜卡在那邊嘛 那侯友瑜現在金補充的戰法 在幹嘛呢 或是黨中央派他們在幹嘛 他們現在防氣保 他一定要爭回老二嘛 所以所有的動作都趁著723 是不是有個慶祝行情 以及郭這個是不是還沒有宣布 或者是磕 磕黑以後他就下來了 他是不是能夠竄到老二 那這樣防氣保 但是注意蔡振元 他提了一個新的說法 這個是智商150的一個算數 智商150蔡振元的算數 一加一會不會大於二 這是2004年喊出來的 就不會嘛 那一加一會不會等於二 不會 你不管是磕跟郭搭 也是會有排斥性啊 然後猴跟任何人搭 那排斥性更重啊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的因素也在裡面 還有一個最弱的母雞啊對不對 然後都會有排斥性 那郭跟誰搭 那更有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蔡振元算數怎麼算 一加一非但不大於二 也不等於二 你就算是最高一個標準 1.75 你稱於1.75 哪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一加一真的等於二 你的票加我的票 你的支持度加我的支持度 所以我們哇 我們就可以拼過 來這沒有這麼回事嘛 我打得差 我認為一加一等於1.75 都有點高估 對 一加一搞不好 只有1.2或1.5 對 好 那他另外有一個觀點就是說 就算是高鴻安現象再現 都打不過賴清德 你知道為什麼 什麼是高鴻安現象 就是侯耳瑜是零根仁 是零根仁啊 但是如果柯P是電去 這個所謂高鴻安第二的話 能量也不夠打過這個賴清德 為什麼 因為柯是下來了 你不管三喀都或四喀都 柯他是沒有那麼登山了嘛 他二甚至往下了嘛 他沒有那時候的光景 就是剛開始 而且你要知道登山那是彈花一現 對 他只有一次 他不是穩定的山 對 而且你選戰打到最後 組織戰呢 基本盤呢 陸軍呢 那會很可怕的 所以三個打平的情況之下 藍的的確像創下講的很焦慮 焦慮到你知道陳常文什麼時候都沒出來 對 昨天又有投書了 他投書好幾個 還怕直接校正金普聰 我想說呢 那個馬英九跟趙春山演藝出切割金普聰的大戲 還不夠 欸 陳常文除了跟郝家熟 之後就是跟馬 馬執政的時候最熟啊 對不對 他再出來 而且點名金普聰 這個夠漢了嘛 那是代表什麼 你這邊朱立倫 朱立倫就Part 2了 假議題Part 2了 他很敢喊啊 之前喊那個菲律大聯盟 也是他啊 他是援助啊 他現在喊到執政大聯盟 你怎麼執政啊 我抱歉啊 你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執政啊 那個不是空想幻想出來的嘛 很敢喊 結果後來那個陳常文就跟你對坐 他喊什麼 他喊你竟然把金 當然也是喊在這個黨主席朱啦 你們整個國民黨 你們竟然把侯友宜放在政黨輪替的價值之上 你們會來保這個人 那你像正義兄弟 鄭立倫 還加一個張小舟 你再加一個 多兩個就不一樣囉 傅崑奇 你再多一個陳常文 越來越多 還有黃沐昕的那個 李推特他們那個軍校系 退伍軍人系 黃沐昕系 他們如果再加進來的話 欸那某種程度 就723你只是一個表面文章 你只是像邱玉講的演演戲啊 你一玩戲 你就要面臨真實的狀況 真實的狀況跟723不一樣了 而且真實 整合派聲音越來越大 真實就是殘酷的民調嘛 對 你如果723過關之後 你未來一個月 民調能來沒有起色 我剛剛算個人的天花板嘛 我說賴清德有一個四層的天花板嘛 然後呢 柯文哲有一個三層的天花板 因為他不是長期穩定登山 他是偶爾碰到 然後就小洪 一次 好再來 侯友宜現在的天花板是2 這是2是第一關 然後2是1樓 然後他的2樓我判斷是25% 因為如果他可以登25% 他可能一消一減 他就跟柯打平 然後他下一個目標才是3 所以侯友宜如果不能短期內 拉到2或者25% 侯友宜會被看扁手腳啊 因為連韓國瑜這個大補完 你都把他逼出來擁抱啊 爆了老半天民調都不反彈 那個很像急診室喔 電極棒壓心戰 電下去喔 心要跳 電下去心如果不跳 那個心戰就看要被宣告掛掉 對你現在就是說 以前寄望整合 你現在雖然晚了一步 但是大家越來越多的聲音 包括支持者 你看他們都有回應 支持者也是贊成要整合 這個很明顯 然後呢 而且整合誰做老大 柯也要做老大 柯也要做老大 猴也要做老大 郭也要做老大 三個老大都一樣矮 我覺得如果菲利公主是實的 她一直可以PK 就接近Line 然後或許侯友宜 因為國民黨內友宜派這個意見 那你侯憑什麼要選總統 你就乖乖的 頭低低的去跟人家搭 就有人就用訓斥的手法 就這樣講喔 可是現在問題出在說 賴沒有下來 啊 郭 侯 柯 沒有上去 對 所以現在這問題就出在這 所以你這樣越分裂 那整合都不會贏喔 何況是分裂 現在就是這個局 好 那我請教米鳳怎麼觀察 我覺得就是等郭海明宣布這個參選之後 整個國民黨就正式進入分裂的一個情況了 因為郭海明他現在 現在郭海明如果要選的話 他現在在臉書上面或是在這個走動上面 都是在營造一個一個氣勢啊 那氣勢一定要撐到917開始連署的時候嘛 那你那你現在就是說把這個 如果如果他一旦開始這個宣布參選 然後獨立開始連署的時候 我覺得他跟國民黨就會對打了 因為這個一定會 就你看現在有很多所謂的 我覺得郭台銘的連署氣勢強不強也是一個指標 對但是 就我剛剛講第一個指標是 侯友宜的民調會不會反彈 那個就好像電擊棒急了心臟之後 那個心電圖會不會跳 不會跳就是死了啦 沒有 那再來 郭台銘不是號稱說 將來一中要過關連署28萬 好你過關是一個標準 那你如果秀肌肉50萬第二個標準 你如果秀肌肉100萬是一個標準 但是如果你一個禮拜連署連28萬都沒有過關 那又是另外一個標準 所以變成各自真正的超級政治能量的持久戰 現在就耗下去了 對沒有錯然後 然後因為你現在有一些地方派系不來參加全代會 那我覺得那個已經是半表態了 所以郭台銘如果一旦宣布的話 這些人就會有一些實力派的人 會走到這個郭台銘下面 那就看你講的就是 他的連署的氣數到底高不高 然後民調到底有沒有起來 那你就會連帶來說 到底會帶走所謂的所謂立委參選人 會有多少人會跟著他走 這個就是一個正式的分裂的一個現象 但是檯面上我覺得那個所謂的 那也是開始國民黨中央 就是從也2000年 國民黨中央跟宋楚瑜的相罵本了 就已經開始要口出惡言 雙方要開戰了 那可是現在的泛藍的選民很清楚 我問過就問過一下 就是民調歸民調在做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未明確表態 因為他們的這個 我也問過一些人 他說我不知道 我要等他們有一個結果之後 我才要決定 那其實這些人都是可以整合的 就是說我如果是非率推一個人出來 我就是投誰的那個人 那現在這種人還不少 那可是一旦所謂母雞的這個層次 沒有辦法整合的時候 三個人都打得很平的時候 那你叫這些人要怎麼投 所以母雞根本就是一放棄了 放棄之後就變成 這些人會保誰的小雞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戰 打到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在野的就是很慘了 就是所謂的內訓 內訓到一個鋪天蓋地 然後現在還沒罵完的 等到這個連署之後呢 繼續罵 然後開始就開始挖倉巴等等 然後現在這個 說台北市政府 講萬恩是很有野心的 講萬恩是連那個區裡面的里長的 那種小小的座談會 他都會去的人 那所以說他如果 你柯文哲留下一些什麼爛 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會一手就把他吃下來 承擔了 他也會藉此把他丟出去 因為他對他自己未來也有所圖 他不要承擔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講萬恩自己的客觀因素存在 他勢必一定要打一些科的問題 那如果你黨中央再施力一點的話 我就再挖多一點 然後整個東西就變打科又打鍋 所以現在很明顯 李四川打北流啊 對 而且很明顯北流 首先第一個有爛障 第二個是他的建物被拍到 有一些施工品質可能不怎麼樣 很差對啊 然後小巨蛋的問題也其實也還沒有解決啊 所以說這些東西市政府講萬恩如果真的要繼續連任 或者說他未來真的要選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他一定會丟出來撇清的 那這個對柯文哲又會傷一次 因為你的YT上面就是用一分半的時間 去修理民進黨的公共工程預算嘛 那你如果講萬恩或是川普手上打的話 剛好就打到你這個YT上面自己打自己的事情 那很慘耶 那你自己辯護都沒辦法辯護 那你如果臺北市政府也是打同樣的東西 你也是浪費我們臺北市的這個納稅人的錢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是很難回的啦 那所以說我覺得就未來我覺得 我覺得賴清德應該還是會被割一邊啊 因為我覺得在野方面的戰況 只有會越來越激烈 而且我覺得像黨中央跟陳常維我覺得這個也 他就很像民進黨裡頭那種顧寬明 綠元那一種 他有他的意見 但是他整個大局都 就是說整個包含會回來之後 整個大局大部分都已經整合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包含會出來之後 我就要所謂的正當性之戰 正當性之戰到時候就會開始罵人 然後開始互罵 那個東西那你要怎麼合 我請問 所以說我覺得談在野黨的整合 根本就是這個天荒夜談 到時候一定是罵來罵去的 我等等 郭台銘當然有正當性啊 中華民國只要年滿40歲 想要問頂大位的人都有正當性選舉 不是 我不是說參選選 郭台銘想要選舉沒有對不起天下任何人 對 我不是說這個正當性 我是說國民黨會認為你已經參加過我的遊戲 那郭台銘又講說你的遊戲不公平 我就說我所謂的正當性之爭 是這個正當性之爭 就是說我個 正當性如果是講黨中央的遊戲規則不公平 郭台銘也很正當啊 因為朱立魯真的出勞天啊 朱立倫也有朱立倫嘛 那是你那是可能郭台銘的想法 那朱立倫可能跟黃建廷也有一些想法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會變成李登輝 跟宋楚瑜那時候罵得很兇 或是跟李登輝那時候罵得很兇 那到時候就會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怎麼整合 我實在看不出來 好那這一個是從另外一個藍白 可能聚焦的是北流 北流是接二連三幾個議題的核心 包含了當時柯文哲說北流他借不到 事實上是太監把他做掉了 好這是一個 然後緊接著是李四川出來打品質跟金錢 特別是預算 特別是現在這個討論爭執不休的1.9億 沒錯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所謂北流的這個議題可能會變成是下個階段工房的重點之一 包括像之前其實就已經有人在這個PO出照片說 喔北流的工程品質很爛嘛 就包括說像外牆很多這個斑駁的這個狀況 很多地方都是有這個好像施工品質不佳的一個情形 已經完工兩三年就已經這樣了 沒錯你看他在網路上來說話 有非常多人分享 就說好像他就說很酸 這我是威爺 我們都知道他就是一個網路非常紅的紅人 他說你看 沒想要已經營造出所謂的古蹟感的這個感覺 所以這個就讓大家覺得說 這好像不太對嘛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民進黨能夠起家 很多一部分就是過去的這個這個公眾品質之好的這個狀況 你民眾黨如果要起家應該也要營造這樣的氛圍 結果沒想到馬上就被抓到說 你這個營造的這個狀況是不太好的 那你根本不用講最近的這個 包括像資金的這個問題 包括說有1.9億的這個這個所謂的兩家廠商的球場 還有2.5億的這個文化局沒有文化部沒有給你的預算 那你已經給他編列下去 這個約莫整合起來是四點多億的這個錢 你怎麼去處理 這個造成是臺北市的問題 那這個事情來說的話 這個變成怎樣 這個藍綠都能夠 因為目前目前的市長是蔣萬安 他當然要打這個議題 不然難道這個火 這個當然是誰的賬要算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那當然綠的也想要來打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某些程度來說 柯反的現在會變成是被兩邊夾擊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說像這個這個遊行之後 他這個仇女的這個話題 你看很多人就說不是有個女生拿這一張誰張紙去嗎 然後就很多人就說你看很勇敢 然後因為那個女生被網路上 被這個很多粉絲被霸凌這樣的狀況 你要說沒有錯 他其實就是講那麼多 講過那麼多的這個歧視女生的這個狀況 有時候當然有人出來跟他圓場 就說他就是心直口快啊 這樣這樣不論怎麼樣 但是無論如何 這是你曾經說的話 我覺得政治人物你要當當總統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考驗 你說過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話 這個大家一定都是放大檢驗的 那現在柯文哲就說 他在接受訪問說 我哪有仇女啊 你看我們家那個那個所謂陳佩奇 我都要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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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五次講不出來 多麼的尊敬 對啊 某些程度來說啦 他的確心裡不是那樣想嘛 不然他一定很口直奇怪 就會講出一些話嘛 所以你要知道其實呢 你要說柯文哲有沒有所謂的仇女我覺得 陳佩奇那個年代的女人 才能忍受柯文哲這種男人 對啦沒錯啦 像我這個世代的都不能忍受 然後更年輕的世代也不能忍受 所以有這個重男輕女跟仇女 跟大男人沙文主義的父權結構 在不同世代的女生的容忍度是不一樣的 對沒錯 然後一輩的女生是包山包海的容忍 然後中生代是勉強稍微忍一下 對年輕世代我從小就要平權 不要囉嗦 對所以每個世代的容忍度不一樣 這個我們在討論me too性騷擾的時候也一樣 對這個年輕世代的me too管你是誰 我通通在網路上殺你 而且我要討回我的公道 我覺得這個當然跟這個 這個世代的不一樣 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要說柯文哲有沒有仇 有沒有仇女呢 我覺得是不至於到說真的很仇女 但是無論如何他在他的過去 那個時代裡面男上女下這個狀況 在他心裡面其實是非常明確 男主女背重男輕女 這個的確是在他心裡面 他表現出來的確是這樣 你要你要想要抹煞 我覺得那都非常難 好最後我講一個 我從這個觀察民調的數據來看 他們這幾個人狀況 其實我我比較習慣用股票來分析 如果用賴清德來說 我覺得他是高檔盤旋整理 那高檔能盤旋這麼久 其實也不容易 我必須說 如果有一天他突破了這個鐵花板之後 他可能會噴得非常快 所以我才說這個其實後續 有一些非常值得觀察的地方 另外一個侯友宜我覺得是很難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從民調很高往下掉 這種叫做層層套牢的壓力 他每一次要上到二十 也套賣壓很重 對 就很難 那曾經我對你很喜歡 我對你測心 你要再把他拉回來 我覺得那個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的問題 其實非常非常嚴重 那至於柯文哲呢 他前一陣子有拉得非常快 但是他現在再進入盤選的這個階段 我們要再看他下一次有沒有辦法再拉一次起來 如果他再拉不起來 那可能他的天花板就到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股票 股票跟選舉一樣 你很看基本盤 你的開 你的開始點在什麼位置非常重要 賴清德開始點就比較高 他要突破到五十比較容易 你侯友宜跟柯文哲 侯友宜是曾經很高 掉下來 這個很難再回去 那柯文哲你是開的比較低 你要往上拉到五十趴 我覺得這都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從股票的這個分析呢 給大家一個不一樣民調的思考 而且跟股票並夠一樣 對 一加一並不一定等於二 這個當然是這樣子 一加一有的時候 倒霉的時候 還會小於一呢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